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赶南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一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驴居酸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迁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 为什么做这事 你们就说 主要用它 那人毕利时让你们牵来 他们去了 便看见一匹驴居酸在门外街道上 就把他解开 在那里站着的人 有几个说 你们解驴居做什么 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 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 他们把驴居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 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和善那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将要来的我主大位之国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 和善那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入了圣殿 周围看了各样物件 天色已晚 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 往伯大尼去了 第二天 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 可以找找什么 到了树下 竟找不找什么 不够有叶子 因为不是说无花果的时候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歌之人的正子 也不许人 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着说 我的殿 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又想法子 要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吸其他的教训 每天晚上 耶稣出城去 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 请看 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 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 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户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户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 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进前来 问他说 你站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对他们说 我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站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你们可以回答我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 从天上来 他必说 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却又怕百姓 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站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马可福音 第十二章 耶稣就用比喻 对他们说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笆 挖了一个压酒池 盖了一座楼 租给元户 就往外国去了 到了时候 打发一个仆人到元户那里 要从元户收葡萄园的果子 元户拿住他 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 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 他们打伤他的头 并且淋入他 又打发一个仆人去 他们就杀了他 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 有被他们打的 有被他们杀的 元主还有一位 是他的爱子 末后又打发他去 意思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 那些元户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产业就归我们了 于是拿住他 杀了他 把他丢在园外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么办呢 他要来除灭那些元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经上写着说 将人所弃的石头 以做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们看出这比喻 是指着他们说的 就想要捉拿他 只是惧怕百姓 于是离开他 走了 后来 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 和几个西律党的人 到耶稣那里 要救着他的话陷害他 他们来了 就对他说 忽子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 什么人 你都不寻情面 因为 你不看人的外貌 乃是诚诚实实 传神的道 纳税给凯桑 可以不可以 我们该纳不该纳 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他们就拿了来 耶稣说 这项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 是凯撒的 耶稣说 凯撒的物 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 当归给神 他们就很稀奇他 杀猪干人 常说没有护活的事 他们来问耶稣说 忽子 摩西为我们写着说 人若死了 偏下妻子 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立后 有弟兄妻人 第一个娶了妻 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 第二个娶了他 也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 第三个也是这样 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 末了 那妇人也死了 当护活的时候 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 耶稣说 你们所以错了 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神的大能吗 人从死里护活 也不娶 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死者一样 论到死人护活 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 经级篇上所载的吗 神对摩西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你们是大错了 有一个文士来 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的好 就问他说 戒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 以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主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戒命更大的了 那文士对耶稣说 忽子说 神是一位 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 尽智 尽力爱他 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凡计 和各样计事好得多 耶稣见他回答的 有智慧 就对他说 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 就问他们说 文士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被圣灵感动 说 主 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众人都喜欢听他 耶稣在教训之间 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街市上 问他们的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言习上的手作 他们侵吞寡户的家产 假意做 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耶稣对银库坐着 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 有好些财主 往里投了若干的钱 有一个穷寡户来 往里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 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户投入库里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里头 但这寡户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马可福音第十三章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忽子请看 这是何等的石头 何等的殿雨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这大殿雨吗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耶稣在赶南山上 对圣殿而坐 彼得 雅各 约翰 和安德烈 暗暗地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一切事 将成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来 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听见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 这些事 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 饥荒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但你们要谨慎 因为人 要把你们交给工会 并且 你们在会堂里 要受鞭打 又为我的缘故 站在诸侯 与君王面前 对他们做见证 然而 胡云 必须先传给万民 人 把你们拉去 交官的时候 不要预先 不要预先施虑说什么 到那时候 是给你们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乃是圣灵 弟兄要把弟兄 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 儿女要起来 与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真的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读这经的人需要会议 那时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 不要下来 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上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 叫这些事 不在冬天临到 因为在那些日子 必有灾难 自从神创造万物 直到如今 必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主的选民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啊 基督在这里 或说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 将要起来 显神机其事 倘若能行 就把选民迷惑了 你们要谨慎 看啊 凡事 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在那些日子 那灾难以后 日头要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大能力 大荣耀 驾云降临 他要拆遣天使 把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地级 直到天边 都昭俱了来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 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任 涨业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尽了 这样 你们几时看见 这些事成就 也该知道 人子尽了 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 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死者 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有不知道 你们要谨慎 警醒 祈祷 因为 你们不晓得 那日起 几时来到 这世 正如一个人 离开本家 寄居外邦 把权柄 交给仆人 分派个人 当做的工 又吩咐 看门的警醒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 你们不知道 家主什么时候来 或晚上 或半夜 或鸡叫 或早晨 恐怕他忽然来到 看见你们睡着了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是对众人说 要警醒